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经验算法的参数分析 在这一小节里面我们会介绍经验算法里面有很多参数我们就要去设定 所以如何拿捏好这些参数的设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一小节里面我们会探讨这些参数对我们经验算法性能的影响 在这一节我们要分析经验算法的参数 在经验算法里面根据不同的问题有很多参数我们必须要去设定 在这一小节里面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参数我们会加以讨论 而且不同参数的影响比方说交配率跟图边率我们会进一步做分析 在经验算法里面常见的参数有 population size也就是族群的树木 也就是染色体的树木 bit length也就是位元的长度 还有gene stamper就是基因的个数 也就是我们问题中变数的树木 elite就是我们在上节所提的基因策略 这个染色体如果是具有较佳的适应值 则我们在子代中就会加以保留 接下来的参数还有close over rate也就是交配的几率 mutation rate也就是图边的几率 最后是generation number就是我们世代的树木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小节里面所要探讨分析的 首先我们来分析探讨族群的树木 也就是染色体的树木 它代表了我们这个染色体在经验算法里面所需要执行的树木 如果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 当然我们必须要用多一点的染色体去追寻我们的最佳解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是太复杂 则我们的族群树木就应该小一点 否则我们的计算时间会拉得很长 影响到我们演算法的效能 接着是位元长度的影响 当位元长度比较长的时候 则我们所追求的最佳解的精确度会比较高 但是呢 我们在编码以及解码所要花的计算时间相对来讲也会增加 因此 位元长度必须要适当的加以设计 否则我们的计算时间会拉得太长 接着是基因树木 基因的树木它代表了我们在适应函数里面变数的个数 如果这个基因的树木是很大的话 则它代表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 因此它需要比较高的维度来处理 来解决 接着我们来讨论基因策略 当Elite设定为1的时候 则表示我们基因的策略会被执行 如果它设定为0 则基因的策略就不会被执行 如果基因的策略并没有被执行的话 最佳的染色体就不太可能被保留 因此我们的最佳解有可能会找不到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要在基因演算法里面 要采取所谓的基因策略 接着我们看一个例子 来探讨位元长度对解析度的影响 我们希望找出下面2位元的实数值 第一个是1111111 以及011111 第二个是1111 以及0111 那X范围是介于0跟10之间 接着我们执行 接着我们执行在之前我们所介绍的复函式 GA-B2-Number 这个复函式可以帮助我们将2位元的值 转换成实数值 首先我们将第一个二位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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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及范围0跟10 输入到GA-B2-Number这个指令 我们得到结果是10 符合预期 而如果是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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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则我们执行的结果得到的值 10经位的值是4.9804 在第二个题目里面 我们要输入的是1111 执行的结果是10 也符合预期 在第二个例子里面 我们要输入的是0111 得到结果是4.6667 从这两个对照组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的位元长度比较长 我们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解 也就是4.9804 位元长度比较短 我们只能得到4.6667 我们没有办法在 这个更进一步 得到更精确的解析节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交配率 交配率是一种几率 去决定是否要执行一个交配的行为 经过交配后 也就是我们的位元自串 经由交换 则新的子带 就有机会去获得比较好的特性 因为我们的基因已经改变了 所以透过交配 基因可以改变 当交配率比较高的时候 则新的个体 可以进入族群比较快 而且具有多样性 因此 当我们要搜寻最佳解的时候 比较高的交配率 它的收敛速度会比较快 通常我们交配率的设定 至少在0.5 当然最多可以到1 接着我们来讨论图变率 图变率是一种几率 决定图变的过程是否会发生 在新的族群里面 经过图变后 会有比较多的位元会被改变 当这个图变率是比较高的时候 当图变率太高 则它会导致一个随机搜寻的结果 而且会使得我们在进化过程中 收敛变得很慢 因此通常图变率不宜太高 一般设定建议是在0.01到0.08之间 接着我们透过下面这个范例 来探讨分析图变率 以及交配率对我们经验算法的影响 我们希望找到新的族群 而且讨论如果只改变交配率 分别是0.7 0.8 0.9 以及图变率是0.04 0.06 0.08的影响 当交配率是0.7的时候 初始族群是有8个染色体 而新的族群也会有8个染色体 总共会有1 2 3 三个染色体 做了位元的交换 而当交配率是0.8的时候 我们初始族群以及新族群 总共会有1 2 3 4 4个染色体 做了位元交换 当交配率是0.9的时候 我们发现初始族群 与新的族群之间 总共有1 2 3 4 5 5个染色体 做了自元的交换 因此我们可以说 交配率越高 则染色体做位元自串的交换 会越多 而当图变率是0.04的时候 我们发现初始族群 与新的族群之间 总共有1 2 3 4 5 6 6个位元做了图变 而当图变率是0.06的时候 则我们发现初始族群 与新的族群之间总共有3 5 7 9 9个字元做了改变 而当图变率是0.08的时候 我们发现初始族群与新族群之间 总共会有13个位元做了改变 因此图变率越高 则字元改变的几率越大 产生新的基因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这一小节里面我们学习到了 初始族群 交配率 图变率 以及世代交替 这些在经验算法里面非常重要的运算子 它的参数的设定 同时我们也会比较 不同的参数对我们系统的影响 最后我们也讨论了 如果改变这些参数 它对我们经验算法的搜寻最佳解的 这个结果造成的影响 接着我们介绍这一章的总结 首先我们介绍了是天则运算 以及轮盘运算法 接下来我们学习到了 交配运算子 包含了单点交配 双点交配 以及均匀的交配 接着我们也学习到了 图片运算 还有基因政策 最后我们利用 MateLab的电脑程式 来产生新的染色体 而会造成世代交替 那经过以上这些运算以后 我们会得到最佳解 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的摘要